解放军一个新型的潜舰 跑到了南海 这个至少势大 那在这里进行了 全科目的考核 包括了浮潜啊 悬艇等一系列 重点就是南海 因为南海不单纯 那5月15号 这个昨日委员也在 我们昨天有讨论一下 5月15号出台的新规定 一个月之后生效 也就是说呢 过去都是驱离驱离 现在呢可以拘留 最多60天 果然 昨日是这个菲律宾的外交部 出来抗议 今天菲律宾总统也讲话了 他告诉大家 外国人在南海 会被中国拘留 这是一种局势的升级 在做了一些预告哦 是不是 接下来可以预告一下 然后呢 菲律宾外交部 27号也在抗议 抗议什么啊 就四个月的禁余令 今年禁余令到9月为止 其实每年都有禁余令 但是菲律宾是一贯的反对 所以又来了 还有一个 大家注意到 就是菲律宾传出了政变危机 那政变还得了 所以小马可斯动作很大 那他这个菲律宾警政署 最近公开开除了43名远警 因为他们都被认为是杜特地的救世力 亲信 怎么看在菲律宾的对内跟对外 那个新型的浅舰没有讲型号 没有讲内容 这个期待它真的是一个排水量比较大 载弹量比较高 然后这个有崛气推进效果比较好 等等的新设备 浅舰的天然的海事的场域 一定是西太平洋或者南海 因为那边才有很深的500公尺以上的这个海域 否则你在台湾海峡才50公尺怎么玩 在黄海才40公尺 渤海18公尺 东海比较深一点 不过平均大概差不多在七八百而已 也都不适合潜水艇做一个海事的地方 然后去这个南海 有战略意义又有实际的这个演练的效果 所以科目考核到底潜伏悬庭等等 一些战术性的动作 能不能发挥到新型潜舰最好的效果 所以到那个南海去 不然到哪里去啊 南海不是中国人的水域吗 那你自己不去谁会去啊 只是我们以前动不动就会 就会根据美国人的观点 谈谈解放军潜舰的不足 因为美国人就说 解放军潜舰小又老 战胜舰不够啊 我们还有几多大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解放军打统一台湾的时候 我们用潜舰打 我们就可以什么 这个反败为胜 谁想了 CSIS 他上次的也那个报告这么写的 所以我回去看 也果然解放军的潜水艇 是比较老旧一点 比美国 而且比较小一点 没相对以前不知道怎么做了 反正就是这样的规格 那现在如果有更新的 当然更好啊 只是没有结果 我不晓得它是什么型号 这可能问立将军 有没有小道消息 096 可是他没看到他内容 不晓得什么 新型的啊 他既然说新型 要不然就是 因为他没有讲说 到底推进系统有什么改善啊等等 或者是再单量有比较大一点啊 至于这个中国海警船 这个什么拘留的规定啊 拘留只请他们吃饭啦 说不定被解放军拘留 解放军对这些拘留一下的态度都很好 搞不好还有这个红酒炖牛肉啊 对不对 想到我都流口鼠了 你今天一直念念不忘那个红酒炖牛肉 对啊 而且还鰻鱼饭对不对 都是你喜欢的啊 对 都是标准配备嘛 那对于菲律宾你在海上怎么去玩 没有人管你嘛 你要来攻占到黄岩岛的内部 或者仁耐礁其他中国的岛礁的 那个礁石的内部 就是侵入中国领土啊 那那个不是不是领海哦 领海有时候我会假装经过哦 那不是哦 那是标准的岛礁就是领土 岛礁里面的水就是内水 那你侵入的话 我就以这个非法入境来处理嘛 这个处理是非法入境啊 所以我问一下委员啊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预告了 从6月15号开始 你到什么黄岩礁 未来就可能不只是喷水泡而已了吧 对啊对啊 全部抓起来 如果在黄岩礁外面是 还照常喷水泡啦 不让你靠近啊 对就是但是你到内水来的话 那如果你像有人说什么 登上去拿个菲律宾国企 在那边招摇有没有 上次铁线礁不是有人登上 你只要登上去就违法 直接拘留 对就要抓人 抓了以后 其实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一向是这种态度 抓归抓 他还是会对他很好 你不晓得 这个中国的这种做法 就有说让他觉得很奇怪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啊 因为他想要做一种外交宣传 他会有这些态度 所以这个禁鱼令 其实禁鱼令是国际规定 虽然没有统一规定哪一个海域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但是禁鱼令是国际相关的海洋 捕鱼规定里面的结论 就是每一个管理当局都要宣布 有来一段时间修 你不能小鱼都抓光了嘛 就是小鱼让他有个时间 可以长大一点的鱼 你抓那个比较大的鱼 你抓小鱼干什么 所以菲律宾在抗议这个 这个所谓修鱼季节 你们要不要回去看看书啊 念念书吧 对不对 你们自己也有啊 菲律宾自己也有啊 那中国当然会有啊 不过他会认为说 中国在南海宣布这个 所谓捕鱼的这个修鱼期间 是在侵犯他主权啊 所以我是觉得很无聊啊 很无聊 好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最新消息 那福建舰大家都很关心嘛 第一次海事 然后呢那这两天又是一样 微信照网上疯传 网友发现辽宁舰福建舰 都出现在这个渤海跟黄海的海域 是第二次海事吗 第一次海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甲板上是空空如也啊 那测试一些基本的动力系统 那第二次呢就是要去接收这个舰载机了 所以有人说到那边就是要去接收舰载机 李将军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很让人意外就是福建舰 我们那时候就推测嘛 说他第一次海事回来会多久 会到什么地方上船屋 还是靠岸边 多久时间代表他这艘军舰 是不是这个海事的这个成功与否 或者是不是需要说很大的修改 就预想不到说不到一个月 他就第二次海事 代表福建舰第一次海事 各项面都很成功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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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